7月1年二二宣发 林瓦尔 银冰云人选公布 观众 是你俩真好 7月1年是2019年热播的一部 由张若云领衔主演的古装大男主剧 虽然该剧已经收官两年半 但是却一直在观众最喜欢的古装剧排行前十之列 其实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有关《歉云年二》的相关消息 想必观众已经看到不少了 主演们的回归也大致做到心中有谱 唯独不确定的可能也就是 林瓦尔 银冰云人选的问题了 因为这两个角色是由当侯一线李沁 肖战出演的 因此在即将启动的第二部中 其饰演者也是备受关注 而在日前爆出的最新消息中 这两个角色的人选已经出现 余淑欣出演林婉儿 在已经播出的庆余年中 林婉儿一角是由李沁主演的 虽然是在三年前 但是当时的李沁已经是一线女星 可是林婉儿这个角色的戏份 却还不及作为女二的范弱弱 因此在庆余年收官之后 大家都觉得李沁不会再出演第二部了 果不其然最终换成了余淑欣 余淑欣也是近几年新进的人气小花之一 2015年首次踏足影视圈 先后出演了《新编程浪子》 《最亲爱的你》 《下一站是幸福》 《少主借慢行》 《月光变奏曲》 《苍蓝爵》等诸多作品 尤其是前段时间热播的《苍蓝爵》 对余淑欣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不过即便如此 她依然离一线女星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对于《倾余年2》 《零蓝爵》一角却是十分合适的 首先这个角色在第二部中 依旧不会有明显的戏份改动 选用一位三思性的演员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余淑欣自身的形象 也与角色本身很是贴合 在可爱灵动上甚至更胜利气 谭剑次出演严冰云 严冰云这个角色本身是很不起眼的 只是因为肖战的缘故 才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但也就是因此 导致了该剧主角与配角 人气和关注度的失衡 明明是一个18分的小角色 竟然受到不输男主的关注 这是有被角色设定的 因此无论是在哪个方面来说 换人出演都是最佳选择 而新爆出的谭剑次 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方面不会在人气上影响男主 另外一方面在《庆云年2》中 严冰云一角戏粉增加 谭剑次的人气也足以配得上这个角色 更重要的是 他自身还与角色本身完美贴合 目前有关这部《庆云年2》 林婉儿严冰云人选的问题 已经得到初步宣发 而对于选定的人选 观众们也是非常认可 并且直言 是你俩可真好 毕竟他们两位各方面都与剧作和角色很搭 观众满意也是无可厚非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观众为何钟爱天然脸呢 景君网红女配跟李沁同框 差距就出来了 时代在发展 科技在进步 如今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 获得自己想要的容貌跟身材 可是对于观众来说 娱乐圈的美女帅哥还是天然脸看着舒服一些 对比一些新生大的年轻 网红艺人已经走上顶流巅峰 年纪30家的85后花旦 反而总是能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杨幂 赵丽颖 刘诗诗 刘亦飞这些纯天然的美貌 总是能一次又一次的惊艳到大众 而那些靠整容变成网红脸的女明星 不是红不起来 就是人气下滑 一代古装 古典 美人粘蒙 就是因为整容之后变成了网红脸 而成了让不少观众觉得可惜的女明星 那么观众为何钟爱天然脸呢 天然脸的美貌到底有什么优势 看看景君里网红女配跟李沁同框时 差距就出来了 9月好剧罢评 任嘉伦与李沁两人主演的请君 凭借强大的流量跟号召力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众多同期上线的好剧中脱颖而出 一个星期以来 任嘉伦跟李沁也获得不少好评 特别是李沁 三十二岁的他满脸都还是胶原蛋白 减零程度不亚于郑丽颖跟杨幂 剧中的李沁演得了于登登 也能驾驭云熙 不管是换上民国妆 还是换上古装 都能够美成女演员中最抢眼的一位 在这个衣美保养 动灵当道的时代 李沁的美却是纯天然的 自从出道以来 她的脸型五官就跟现在没啥不一样 景君中的镜头前 李沁的脸型不是绝对的流畅 她有着自然脸蛋的那种棱角感 反而显得辨识度满满 只需要看一眼观众都能记得她长啥样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李沁的纯天然脸蛋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颜值能打不说 笑容也很治愈 那张脸在不同的作品中也能给人不同的视觉体验感 所以才能在余灯灯 芸汐这两个角色上自由切换 毫不违和 在同一部剧中 景君也出现了一些网红女配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喝酒之后 变成女彭大海的孙子君 彭大海是余灯灯的徒弟 一开始确实也没啥看点 但是在被邻族给抓伤之后 却意外成了雌雄同体的体质 正常情况下是个男人 但是只要喝醉了酒 瞬间就会变成女人 这也是请君贡献了不少的笑点 为了师父赴汤蹈火 为了满足师父的心愿 彭大海在余灯灯结婚当天喝酒 变成女儿身的那一刻 差点没把余灯灯给送走 铁员孙子君出现之后 虽然是个女的 可是憨憨的模样 却让观众一点都不出戏 作为女版彭大海的扮演者 孙子君的身材也是让人惊艳了一把 可惜她那张经典的网红脸 还是让人觉得有些突兀 特别是跟李青同框的时候 纯天然脸跟整容脸之间的差距 瞬间一目了然 但但是从妆容的精致程度上来看的话 孙子君跟李青同框 却是更加强眼一些 皮肤白皙 五官也足够如提 妆容呢也足够精致 但是看正脸就不难发现 孙子君的网红脸有多不自然 高耸的鼻梁 傲视大双眼皮和深邃的眼眶 下巴尖锐地让整个脸看起来之后 巴掌大 五官瞬间就有一种 挤在一起的感觉 脸上满满的硅胶感 而不是自然状态下的胶原蛋白感 相对比李青有棱角感的脸型 孙子君的脸型确实很流畅 可是这种流畅却不占任何的优势 反而显得千篇一律 很显然 网红脸在影视剧中缺少辨识度 精致好看不假 可是真正的跟纯天然美人放在一起呢 差距就出来了 他们的漂亮只是浮于表面 只是每一个感官看着都不错 眼睛鼻子嘴巴脸型似乎都很完美 可是放在一起呢 却又好像不匹配 而纯天然的脸蛋却不一样 单独看 五官可能并不算是完美的 可是放在一张脸上 却又独具一格 具有自己的特点 毫不夸张的说 一千个纯天然脸 有一千个模样 可是一千个网红脸 却是同一个模样 总而言之呢 纯天然脸跟网红脸之间的差距 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辨识度的问题 李青跟网红脸女派的对比 就已经能够深刻说明 观众为何钟爱天然脸女星 不喜欢看网红脸演戏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